中华保健中心会员作家雷银女士的新作《变色的天堂》 新书发表会于11月8号下午2点在休士顿乔教中心举行 当天下午天气虽然飘着雨 但这并未阻挠着粉丝和读者的热情 现场几百个座位坐屋虚席 台北基地文化办事处处长黄敏敬也出席发表会 并带来了简短的贺词 乔教中心庄主任和中华保健中心会长洪良斌 其社团组织代表都出席了这一次新书的发表会 并祝贺她新书顺利问世和大家分享 会议由雷银女士的女儿高为主持 她首先代表远在台湾的弟弟 为母亲送上一束美丽的黄玫瑰一表祝贺 雷银和她的丈夫高志兴先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退休定居美国后开始写作并笔更不错 这本新书《灭色的天堂》是他们合作的第三本书 父母德高 子女良教 雷银夫妇的一双儿女都是人才 先后到美国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 成为了社会的动良之才 雷银毕约于台湾名传大学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在台湾工作了几十年 但一直爱好中文文学 《变色的天堂》收录了她近两年来 每周在美南周刊发表的文章 雷银的文笔细腻 此早优美 深知的情与爱在文质中穿梭 每一篇文章都让读者们在荡气回肠里 蕴藏着阴阴泪光 其实每当她在夜兰仁静写作时 写到情深处也是类似青山不能自己 我这本书呢 是我新学的邻居 我里面出来写亲情 爱情 友情 还有这个 一般这个参照人士 对他们在生活中挣扎的那种痛苦 还有就是罕见疾病的患者 在苦海里的挣扎的那种无赖 所以我大致上是这么一本书 所以说这本《变色的天堂》里面 蕴藏了我很多的泪水 其外子高志兴 于每篇文章结尾处 对文章内容配诗词 可谓画龙点睛 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为了感谢当天来现场的读者和粉丝 雷银在现场签名赠书100本 回馈读者的农亲后裔 雷银在现场还接受了美南新闻 世界日报 美南国际电视55.5的采访 她表示 《变色的天堂》将是一个新的起点 今后将更多的专注于写作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写出更多的专注于写作